好 我们一起把目光回到天河体育场 来看看之前结束的北京中和国安队 客场挑战广州恒大的比赛 激战了90分钟 最终国安队1比2遗憾地输给了对手 新赛季首秀 中和国安队派出了拉尔夫 奥古斯托和伊尔玛兹三名外援 小将唐施则作为U23球员首发登场 这场焦点战吸引到了中国国家队主帅李皮 到场观战 开场5分钟 阿兰为恒大队赢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机会 保留尼奥的一脚重炮轰门颇具威胁 好在杨志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 国安队这边也不甘示弱 第11分钟张希哲右路开出任意球 可惜伊尔玛兹的强点打门偏离了目标 约林军错失了首开记录的绝好机会 很快浪费机会的国安队就受到了惩罚 第19分钟黄博文主罚任意球 保利尼奥伸出一回把皮球送进了杨志把守的球门 1比0主场作战的恒大队鲜声夺人 不过慢镜头显示此球有约位嫌疑 面对不利局面 国安队迅速展开了反击 奥古斯托的表现尤其抢眼 第25分钟面对恒大队长郑志的贴身防守 奥古斯托完成了一脚精彩的弧线球舍门 令人遗憾的是皮球越过了增程 但是被衡量无情拒绝 此一奥古斯托的攻击欲望十分强烈 第37分钟 把西人带球杀入禁区 被张林鹏半倒 主裁半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伊尔玛兹一蹴而就 将比分追成一比一平 一边再战 国安队在进攻端依旧有亮眼的发挥 第56分钟 奥古斯托送出横传 张希哲一脚抢射 皮球几乎是擦着力柱滚出了底线 第66分钟 国安队遭遇打击 赵和静一记凶狠的铲球 放倒了高林 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 将赵和静罚下 尽管在人数上处于劣势 但是国安队却并不气馁 第69分钟 张希哲突入禁区之后的射门 被增程神勇挡出 随着比赛的深入 场上的火药味逐渐变浓 第73分钟 高林摔倒在禁区内 但裁判并没有吹发点球 这也引起了恒大队员的强烈不满 第80分钟 回防时 郑志放到了伊尔玛兹 领到了个人本场的第二张黄牌 被罚出场 双方在人数上 也回到了同一旗跑线 时间来到了第87分钟 恒大队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绝杀 高拉特的投球攻门 击中了力柱 保利尼奥捕射得手2比1 恒大队再次实现了领先 最终在新赛季的首场比赛中 北京中和国安队 客场1比2 遗憾地输给了广州恒大 体育频道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两队的队员是如何评价这场比赛的 记者新赛季第一场比赛 最后是个让对手打进一个球 是不是有些遗憾 确实是有机会去在天河拿分的 然后今天全队的那种精神面目 包括那种 就是也没想到吧 第一场比赛 大家那种对比赛的状态 会那么好 再一个就是对方可能 八九天内的三场球 然后对他们的体能 也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们跟对手 对方都 双方都创作了很多机会吧 然后可能最后他们还是 就是通过万人的 个人能力吧 然后决定了比赛 今天感觉这个大家面貌而浑然 已经跟上次一场比 你觉得是什么让大家 这么有拼劲这场比赛 我觉得大家都憋得一股劲吧 然后去年的四场比赛 都没能都没能赢 然后今年也非常希望 希望能取得一场胜利 然后也是两三个月 没有正式比赛了 然后大家都渴望去 去这种比赛 然后有那么多远到来的球迷 然后我们必须 非常奉献出这种拼包精神 赛前没想到 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吧 确实两个队发挥的 都非常非常好吧 双方都各有机会 那么我们这场比赛 也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但是万万没想到 还是这么的困难 那其实这场比赛 出现了非常多的事件啊 你是怎么评价这些事件 什么事件 其实就是场上各种 比较大的一些网友动作 那么裁判都已经给判罚了嘛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赶快连线一下 前方的记者刘晓健 晓健你好 主持人你好 刚才呢我们听过 通过这个采访 也了解到了国安队的张希哲 对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看法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赛后双方的主教练 是如何点评这场比赛的 小姐 今天呢赛后 我是听过了这个 国安队的新生发布会呢 我就来到混彩区 所以斯科拉里说的什么 我现在不太了解 但是合赛呢 今天来到新生发布会的时候 还是非常的这个平和的 因为我们知道 这场比赛中发生了太多 让人特别激动的事件 刚才这个 彭小平不是也说到了吗 可能裁判也能做出了判罚 但是在新生发布会上 合赛的情绪 已经变得非常的这个平和 他表示这场比赛 其实双方都是有机会的 只不过 我们在实打实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最后导致了这次输球 但是说他对于所有赛员的表现 还是非常满意的 好的 谢谢小剑 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当中 所出现的这些 裁判的判罚 有没有在赛后队员 或者是教练 或者咱们现场的媒体 是怎么看待这场比赛 这么多的红黄牌 这个问题在赛后新生发布会上 也是对这个合赛有过提问 但是合赛回答 还是非常这个原话 因为我们公交规定 是不能平衡裁判的 合赛只是表示 这场比赛水平比较高 因为相当精彩 所以拼枪也非常激烈 对裁判判罚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他也表示对裁判的一些判家 表示理解因为足球场上必须要 服从裁判嘛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 因为在这个赛季开始以前 国安队的一系列动作 可能都会让大家觉得 比较悲观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各个球队的对比之下 那么但是今天可以看到 国安队在这场跟恒大 跟中超现在最强的对手的比赛中 表现出的精神面貌 是可能让很多人 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 尽管是输的 但是也足以让大家对于国安队的这个赛季 增加更多的信心 好的 谢谢小剑从前放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谢谢小剑从前放给我们发行的